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凌凤 万一遇到棘手的麻烦 不要自己硬撑 我的好朋友凌凤那儿 有一道能向我父皇求助的秘法 你就是凌凤 身上可有传讯火皇之法 我刚刚已经试过了 这大阵隔绝内外 所以秘法毫无反应 你终于感应法阵变化 抓住机会求救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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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火国祖地那么多域外势力 恐怕有不少 是为了神性物质来的 祖地乃历届火皇崛起之地 不仅隐含神性物质 还有上古火皇的修炼之所 圣皇宫 不久前 火皇与那些域外大族 突然达成协议 一日后 在难关中继续扶持火国为条件 才得以允许他们的子弟进来 与我们共寻机缘 没想到 竟爱害我族 你是说 入此地 其实是一场大机缘 原来女胖子 不仅是让我来帮火国弟子 更是为了帮我修炼 这古菜谱 这单方咱们去试试 你比如利用这蟒牛骨的方法 就值得尝试 哪怕不成 也起码算搞些美食来尝尝 来 不会 走 也起码了 脑椀 竟然 你需要 顺着 我 参与 太子 这 如今我回来了 你又在哪里 别让蟒牛发现我们 先躲起来 再慢慢想办法怎么捕捉 你们要挤成手 好棒啊 能不能吃上水煮鱼 就看它了 这蟒牛骨粉 真的能演来洋云 单方是那么写的 谁知道啊 来了来了 我的好弟弟 既然来约一战 为何窘不屑身 有神性物质这样的修炼洁净 你们公主却不知利用 真是无脑 女胖子 你怎么来了 等公主得到重要消息 第一时间跑来准备告诉你 你这坏呸 竟然在我族人面前说我坏话 这么说 十一已经出关 当众宣传宣布应战了 对 他找不到你 传下话 说会在虚神界叨你 怎么了 在想什么呢 在想怎么暴揍他 我听说那十一很厉害的 你小心自己别被揍了才好 其实你完全没有必要 现在就去跟他一战 你比他小了三四岁 现在决斗多吃亏啊 不如再等长大一点 再好好揍他 何时对战 只有我们才知道 不会太久的 接下来 你有什么特别的打算吗 修行 然后堂堂正正一战 这不是你的风格呀 我以为你要好好谋划 到时候设局对付十一呢 胡说 我是那样的人吗 天纵神武 光明正大 这才是我的风格 放心吧 我当然不会成匹夫之友 我自有主意 要先探探十一的虚实 接下来 你要苦修了 接下来 请你们吃东西 对啊 还借我们水煮鱼呢 是啊 可惜 杨鱼都被练化了 我也没办法了 这么多古法 我就不信引过了杨鱼 蘑菇粉的辛苦 还是知道的 就知道你们很饿了 我还带了东西来呢 公主殿下 这也太好吃了 这嘴巴倒是新鲜 你们看 底下点火 只需要一口大锅 不如就叫火锅吧 对对对 再来点 老肚不要煮太久啊 会老的 这些神性物质你们先用着 我已突破明文境中期 该去赴约了 这里 能进入虚神界画灵境吗 当然 连我国纪灵都出自此地 沐浴神之光辉 怎么可能进入不了虚神界 不过你去画灵境干嘛 实意说他在明文境等你 实意何在 弟弟 一别多年 你还好吗 不劳挂施 很好 何时来画灵境一战啊 我在明文境随时攻后 若你既止画灵境 我给你时间成长 看你出不出来 战祸不战 一言而识 要我回去陪孩子吸气 我亲爱的弟弟 你够资格与我一战吗 这下够资格了吗 他们 他们就有记录被传话 这太奢侈了 你在逼我吗 是 既然你不现身 既然你不现身 那我就去下一个地方等你 顺便解决那四人恩怨 哼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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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快来以阵 天下不是你一个人的天降 没有人可以无敌 你身为人族更要懂得敬畏 这里是魔灵湖 不是你撒野的地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的好弟弟 你下手可真狠 你迟迟不出现 莫不是怕打输了丢人现眼 我只是没想到这么多年 你还是这么没出息 是不敢去明文剑与我一战 还是根本没能突破明文剑 害我在上层白白等你这么久 你不是也不敢和我在化灵境一战 没关系 我会手下留情的 我不是都已经让块骨头给你了吗 那至尊骨恐怕是徒有虚名啊 威力还不及我这重同半分 是吗 但是我看你好像还是很得意这宝贝的 那就来让你见识见识 弟弟 你还不行 我只是正常注视 虫童的威势还没有显现 虫童 很厉害我也有一颗不过平日用来砸人 不看也知无非一颗神人眼 就是死 难以展现十之一二的威势 即今天让你见识见识 什么是真正的重同之威 我说你要见识见识 只怕你能胆以承受 只怕你胆以承受 正要训练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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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